陈少侠的近照让人很惊讶 不仅变胖了许多 而且还老得有点不像样 就像一个小老太太似的 陈少侠而陈少侠才刚刚42岁而已 这份年龄对于女明星来说 只要保养得当并不可怕 可是陈少侠的样貌让人有些感叹 头发变短了 眼变大了 胳膊也粗了 她的中年发福来得有些猛烈 陈少侠这还是那个美丽可爱 善解人意的双儿嘛 陆鼎记里的双儿是一去不复反的 双儿陈少侠这些年过得其实并不好 第一任婚姻就很坎坷 后来离婚后陈少侠复出拍戏 每隔几年就断断续续付出吸血 她的长相当然很美 跟刘德华梁朝伟等大腕都有多次合作 可是演出的角色都是配角 知名度挺高 但是在影视圈还是很难出头 生活曾一度过得很艰辛 后来遇到了现任丈夫 生活才彻底好起来 陈少侠陈少侠会发福 有点老是有原因的 她患有假抗 前行年一直过得不好 和前夫的孩子也患病 曾一度失去生活的信心 幸好苦尽甘来 遇到了老公李文辉 老公是个富豪身价不菲 对她很好 夫妻很恩爱 这才让陈少侠又重新找到爱情和家庭 短发虽然胖了点 远看有点老胎 但是陈少侠的皮肤还是很细腻的 她自己自拍还是很美很年轻的 这说明别人把她给太老了 水平不行 陈少侠陈少侠还挺喜欢运动的 短发的样子显得很感恋 运动本身颜值就很高 如今身心舒畅 能看出来陈少侠 还是有贵妇的气质的 美好看陈少侠 并没有因为老公是富豪 就专心做富太太了 她仍旧在节气和代言 富太的日子固然很好 可是并没有多少保障 自己努力工作自立自强 才能心安理得 并且能够获得对方的尊重和珍惜 陈少侠现在的状态很好 和老公也是越发恩爱 到哪里都是夫妻且手同行 陈少侠 陈少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